太简单 偷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龙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布加勒斯的曼娜 淘汰赛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 这也是双方 杠比特打悟这Bio3的第二局了 这波开悟过来把悟给破了呀 但是没找到位置 GX这一波没有找到 破悟的失望 找到这左边 AK的绝活 死灵龙 维萨基 冰女 中路女王 三号位的话是个孽主 这个阵容又是个打团阵容 打团加推荐 但是他们之前是在采访当中说过 他们是特别喜欢玩这种 死灵龙配一个海明 死灵龙配海明 他们感觉这样的套路强无敌 但是这场比赛很显然 拿到了死灵龙 但是没有配到海明 看一下OG这边 OG的话还是一个中单的 TOPSON的电魂 上场比赛电魂其实打的还挺错的 下路打了一套 直接半血 失望手速比较快 把服给抢了 三服开局 开局 Garmit已经小优了 红星队牛逼啊 并且中路这边的话 红星插了一个视野 OG的话没有做视野 嗯 OG没有做这个视野吗 还是被反了呀 没做 中路没做 特别相信啊 特别相信TOPSON的对线实力啊 没有帮TOPSON做一个 呃高扑的视野 上路钢三 上路Garmit来钢三 诺瓦一下 直接减个速 巫妖死了 不是巫衣死了 虽然说杀不了 长保守 但杀个巫衣啊 真的是跟个玩一样 两个减速 这两个减速一给 巫衣根本是走都走不动 这断了腿 诺瓦衣又要死了 又要减速 这波上来打一套 诺瓦没给 其实诺瓦可以 完全可以给 诶 这波土猫过来 诺瓦一下 前排 这样的话 冰女自己比较危险 还想追吗 追不了了 巫衣又要死了 再抽个力量 直接就抽死了 啊 砰 诶不抽了吗 不抽了 回头反打 这波选择回头反打 冰女吃个大药 诶 这波 啊 这波是被干扰了 但是尸王的话 应该也不至于死 还能抽力量啊 一下就抽了两个人力量 哎呦 这个力量抽起来之后 抽了28层 锤一下大爹 锤一隔血 大爹根本是扛不住啊 这个小身板 嗯 猴子已经被钢炸了 猴子只剥了五个刀 这个面完全上不来 死灵龙 他本来就是一个 钢三特别厉害的英雄 死灵龙1位1不厉害 2位2稍微有点厉害 钢三的话 强无敌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 1位1的话加皮 2位2的话 可以考虑不加皮 3 3位3就完全不需要加皮了 就1 2对点 把对方捶爆 3位3这个英雄真的是强 只要能把对方的血耗下去 他可以不停的放自己的灵魂超度 前期灵魂超度的伤害是真的高 1技能给他得加攻速 加移速 降对方的移速 然后通过 哎这波 土猫过来打先手 再抽一下 狮王后排 这一波直接把巫医给秒了 冰女 1换1 但是这一波猴子要死啊 猴子跳过了 猴子也没了 哎呦 维萨吉真的强 维萨吉 吃魔棒吗 吃魔棒 可以再杀一个 算了算了 不杀了 不杀了 刚不过呀 OG OG很急 又被摁在地上摩擦了 冰女回家一波过来 把东西全都交给维萨吉 维萨吉两个芒果 这波拿吃树 把血回上来 蓝的话有 冰女的光环 还有一个芒果什么的 魔棒什么的 把这个蓝回上来 等一下 狮王回家补一波再踢出来 还可以继续钢 猴子还是没法玩 猴子的话基本上已经炸了 吃了一个芒果 蓝的话回了一半 这个回蓝还是挺可以的 有冰女的光环 NOVA一下接着消耗 土猫上来打先手 但是狮王来了 这波抽了力量 土猫已经不肉了 反身一发灵魂超多 直接超死 狮王顶在前面 狮王两级的狮王 跟一座肉山一样 这个狮王一个人顶两个 不飞劲儿再抽一下 好强啊 红星 女王把中路的托普森给单杀了 我的天 两路优 两路优 下路的话 护肥 一个断兵线 一个 一个也相当于断兵线吧 护肥 下路互不干扰 中上两路的话都是 OG血炸 特别是这个猴子 猴子已经是有点疯了 这波土猫再上来打先手 狮王的目标就一个 就是盯着大跌杀 哇两下把大跌给秒了 这波想来抓一下 有魔棒的 是一个魔棒一吃 反射减个素 一发灵魂超多 狮王再抽一下 直接抽死 土猫也炸了 土猫也炸了 猴子很急 但是一个三级的猴子 除了生气 也不能做得更多了 冰也三级了 加两级光环吧 两级光环 或者加两级弄吧 冰箱的话就算了 冰箱的话 怎么都可以啊 一三的话随便加一个 感觉加三好一点 有女王 有这个什么狮王 有这个鬼仨机 然后加两级光环 然后给大家回个蓝什么的 也挺好的 还有这个镊主啊 团队非常需要他这个回蓝光环 哎呀上路已经炸了 七缸二 哎又来了又来了 又是巫医 巫医没有鞋 根本不敢上来 只要被捡到素 巫医就没了 放了个眼 这个眼一放 巫医的位置就 立马是暴露了 哎这波还是你巫医 弄把一下 哇好痛啊 魔棒都吃了 再反身 再弄把一下 又一发灵魂超度 直接超死 这个钢三是太厉害了 没法弄 这个钢三 两级的灵魂超度 超一下半血 黑弦做了个技品 镊主已经坐着先锋盾 顶着塔 带着车 直接来拆一塔了 上路的话 继续高三 打谁 打跑一个 诶 无一无一 看到无一了 是不是 是时候搞一波无一 侧面的话 土毛发现 上路搞不过呀 土毛就是 感觉这场比赛 OG啊 不光土毛吧 这场比赛 OG整个团队头都比较铁 就是要打上路 包括 黑弦都来了 一个八级的黑弦 有强的 有强的 四级的套子 给土毛上了一个套子 这一波很强 这波真的很强 四级的套子 这是四级的套子 发现黑弦了 但是一样 女王也来了 女王也来了 镊主把一塔给带掉了 开大招走 上路的话 有女王在 其实并不是很虚 女王的爆发 比一个黑弦强的多 双套子 在女王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来 这一波 上路要钢一波四 镊主回家 补了一波 镊主也来了 上路已经演变成了 要打一波大规模的团战 这一波 兔子 先加一个加速 往回跑 都走了 上路一塔放了 看到镊主的一瞬间 直接放了 九级的镊主带着先锋盾 带着茫茫多的团队道具 带着一个 王者之剑 带着一个恢复头巾 两件团队道具 还带了个小兰把 三个团队道具 来到上路 这一波 OG 我们到王者之军 OG 这一波到底要接不接 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接呀 没有办法接 这波实在是没有办法接 大爹过来意思一下 用我残区 这个 小短腿的身躯 过来延缓一下 对方推进的步伐 两个将有 你们要干嘛 打一波 打一波 打不动 失望两下 把自己来满 拉墙 正面的大爹 已经扛不住了 再打死一个 土猫再滚上来 打了一波一换一 反身再一发灵魂超度 带走土猫 正面有一个 世王的墓碑 世王的墓碑 还好细致 还把世王的墓碑 反补了 不给钱 正面 再留 再一发灵魂超度 兵住 已经要死了 再放一个火 躲过火 反身 想杀一个兵女 但是没有杀成功 大爹再过来 但是短腿的大爹 真的是走不动 这一波 OG又打亏了 聂主针一个 跟一个怪物一样 马上就可以拿到 祭品了 土猫 感觉OG 投一单铁了 就是非要干上路 非要跟韦萨基 刚三 就不能打一个中路什么的 来游一波 女王 配合电魂 干一下女王 看电魂也被打得 有点不行 上路 冰女是两级的 挪瓦 一级的冰箱 一级的光环 光环等级有点低 不过没关系 上路 大爹又死了一次 过来找土猫 土猫血量很低 这波 直接走了 这个大招甩出来 起码想把土猫秒了 伟萨基来了 一发灵魂超多 两只小鸟 攻击很高 托波森完全扛不住 他踢的锅是吧 女王好像踢的锅 瞬间又赶到了战场 14比3 OG的话根本还不了手 哎呦 红星好强啊 先锋盾加祭品 再做个吸血面具是买啥的 要做秘法鞋了 要做大鞋了 大鞋一出 基本上就可以平退了 中塔正受到攻击 啊 孽主的话 做一个 看看 其实 他是想做底子是吧 其实可以先考虑把赤红甲做出来 赤红甲做出来 OG这个阵容没法打 支配头盔 这是要加快节奏了 一个大招一个NOVA直接秒了 好突然 一个残血啊 不能说残血吧 多半血吧 60%血的一个猴子就这样没了 连做两下 NOVA一下 聂主的车开过来了 聂主的车开过来了 降临下来 土猫 想走 留到了剃刀 冰冰给大招 一发NOVA 一发超度入魂 小僵尸 追着 诶 Grex的血量也不是很多 土猫再走 跳过来 一个吼 直接吼死了 大鞋已经被卡的 双手离开了键盘 哎呦 可以打DG了呀 18-3 比上一局比赛还要惨 看来红星是对OG有彻底的研究的 毕竟是世界冠军啊 毕竟世界冠军 然后还是值得研究一下的 OG的话则是对红星毫无防备 果然是绝活死玲珑啊 绝活死玲珑 连加四级皮 变成了一个大肉盒 死玲珑 死玲珑的话 也要做限风盾 就是肉成一匹野马 拆的是真的快 冰女不知不觉间 已经到达了七级 等级很高 失望的话五级 六级失望了 接着加墓碑 七级的话四级墓碑 血墙 甚至OG这个阵容啊 连墓碑都已经是不太好处理了 OG这个阵容处理墓碑的能力比较差 这波过来打着山 墓碑插在了外边 这个墓碑插在外边 上过来 这个墓碑就是找人的 一发NOVA 一发入魂 电魂已经是快不行了 正面啊 两只小鸟的输出非常可观 做两下 电魂选择买活打这一波 但是大跌的位置啊 大跌到现在甚至连个鞋都没有 女王在后排要截到了没有走急的兔子 兔子被一个大招吼死 正面再打肉山 这波电魂是买活的 这波肉山买活都没有打过的话 基本上已经宣告了OG的灭亡 抢盾 来的晚了一堆丢 可够可治啊 特亮的暗血天使 毛毛多的光环 平推了平推了 这场比赛如果想快的话 女王就是做一点点刚正面的装备 就直接推了 哎 土猫过来还想结一波冰 被女王过来给结了后路 捆一下 直接秒了 土猫连死两次 这波可以直接上高地 死灵龙的小鸟 虽然是只有1级的小鸟 但是这个小鸟已经是比较给力了 两只小鸟 孽主爸爸往前一顶 肉成了一匹爷嘛 就是没有梅肯是吧 没有梅肯 不过没关系 哎 这个捆打得好突然 两只小鸟冲上来连多两下 一发灵魂超度 Toberson再次阴上倒下 正面的话还有一个墓碑 这个墓碑的话 对于OG来说也不是很好处理 中路的高地塔已经没了 但是毛毛多的召唤生物 根本过不来 OG的话也没有一些可以甩的清兵线的技能 这波的话 打得好难看 OG 从头到尾都是在被压制 根本还不了手 从上路的刚三开始 然后OG的话 无论是大团战 小团战 各种各种类型的接触当中 OG都没有讨到便宜 虹心真的厉害 不愧是能从这个CAS去杀出来的战队啊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女王还有一秒钟有大招 这波女王大招好了 甚至不需要大招啊 两个普通攻击直接是带走了大爹的乌鱼 猴子过来 结一波冰 NOVA一下 幻象全死了 不会被冰女单杀了吧 哇 冰女赶着对方的大哥走 这什么 这什么世界啊 哎呦 冰女赶着对方的大哥 跑了一条路 还在追土毛 发现了 看到了 NOVA一下 再走 对吹了 这已经死了 孽主还在做底子吗 感觉不需要啊 感觉直接来个没肯来个大邪 这不是直接平堂吗 来个大邪直接平堂了 续航什么的直接拉满 四级的墓碑 还有狮王的大招 这个正面是不可能会输的 肉啊 突出一个肉 三个肉 尾萨吉 本来前期 尾萨吉前期依靠他的皮 依靠他的出装啊 出装方式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肉 尸王是第二个肉 还有一个最肉的在这里 一身装备 然后血又比较多 加也比较高 并且还有一个满级的衰退光环 真的是肉成了一匹野马 有大招直接来了 来了来了 聂主飞到上路 跟大部队会合 这波可以继续推 笛子也好了 这波笛子好了 笛子并不着急看 OD的话只派了一个 大爹过来守一下 大爹 只要滚一下 大爹就没了 大爹能干的也非常的有趣 大爹太实在了 太耿直了 队友都不来 踏过来 踏过来有什么用呢 后排 冰女加上女王 还截了一波DX 土毛还是老套路啊 想断兵线 没机会的 有女王的 女王跑的不比土毛慢 跳两下还是能追得上土毛的 破两落 17分钟破两落 世界冠军打的真的是有点丑陋 或者说红心太强了 红心就特别擅长打这种快攻 快攻体系的话 一直是红心 看家的一套体系 并且这场比赛是拿到了 红心 他们的一个绝货尾杀技啊 这应该是最终的决战了 最终的决战 好轻松啊 天下两个 托巴森定在地上 完全动不了 打出了JG啊 红心厉害 18分钟 18分钟 34比3 34比3 两个超神 带走了OG 2比0带走了OG 把OG打到了败者组 那么恭喜红心是跟 ehome打胜者组的决赛 好了那本场比赛就到此就结束了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 欢迎大家点个赞 点个关注 点个收藏 喜欢点什么就点什么 大家拜拜 红线牛逼 给赞 订阅